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群雄主动第四赛季 第五赛季的一个半决赛 第五赛季的一个半决赛 观察方式十方物理 取福孔庙 对面是天文竞技紫禁城 这场比赛可以是我自己说的 近期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场比赛 至于精不精彩 那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绝对是比较有意思的 最有意思的一场比赛 提出这边直接一把国标 大唐生命运的女儿国标 对面女儿武装九黎加神木 龙阵有大客 咱们说开云阵的都是江湖好汉 一把玩玩鱼 想去击杀对面的九黎城 回口血 但是观察方地骨被对面女儿吞空了 这波小唐是没有挂出来 观察方节奏也没有打出来 这个时候取福前排的宝宝被青霉了 秦三迭带走九黎神 因为刚打了二十多回合 大家可以看到取福大唐就剩下三个宝宝 女儿就剩下三个宝宝 就宝宝消耗是特别的大 地副神木一半的宝宝已经没有 就观察方这边宝宝消耗太大了 女儿一把金青 所以居夫这边也得想办法去针对对面 诅咒之声 这样另且配合一下 回口血 小死亡挂中 去来针对对面的武装罐 跌倒武装罐 随时可以去欺负九黎城 天降神剑 武装直接被劈死 那现在观察方就是有一个大优势 观察方女儿有疑速地府手里 两点灵源的延长 而且这一波延长的话 它是可以续到三十二回合的 可以续到三十二回合的那点灵源 也就是说现在取福具备着一个 无限大的优势 不光是跌倒了武装 关键是跌倒武装以后 你可以继续去针对对面的九黎神木灵 对面没有保护 他们的能力了 现在对张方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把残血的人物单位 血量加满 然后骑着 然后骑着 现在学会要做的是 补宝宝 太需要补宝宝了 一个高速高连的四季 再来一个隐身宝宝 攻卷残云 只有点倒对面的九黎神 关键才能更好地去换地厅 不然出地厅的成本太高 就是这么个事 鬼活孩子也站起来 女儿掀起个会员伞 现在关键血量也不太好 刚发针子赶紧活一活 宝宝这边还得补 拉起大刚 罗汉盖起 延长 一个也没打起了 一把金轻 现在关键方大唐还无力 斜的速度 也带了破碎了 只不过现在大唐被压倒 带敌手里没愤怒 没愤怒 破碎也没法扔 这宝贝应该是驱鬼的 但红汉盖 但红汉盖不是驱鬼 灌烂防大唐就剩下两个宝宝了 换个练习生 强行压一下大唐 不让你活上这口血 活血应该是活歪了 赶紧砍药 暂时关键方这边血量是问题不大 散招 反正一句话 就当对面两个输出还在的时候 你换地厅成本太高 不是不能换 就是成本太高 你总得去出一些速度比较快的 你能压住九离城的这种地厅 你不然你的慢速地厅出不了手 慢速地厅你才有伤害 高速地厅没伤害 低速地厅出不了手 这就是你面对九离城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出地厅的话 你总会出一些高速地厅去 保低速地厅 这样成本就会高不少 一把词号就血大唐 反手再奶一下女儿村 关键方状态也就回来了 回头再给女儿村卡一个烂药就行 杜竭保了一下 小死亡挂中 有杜竭 贴 你看这九离城其实防御还不错的 咱有一顺一防御还不错的 因为本身他不穿烟花 但是九离城 又被反制了一下 杜竭精神还在 不能再被反了 再被反制杜竭精神就没了 没了你就没了 因为还有一个什么灵呢 给杜竭流了一口血 直接破掉杜竭 观察官后边是没有补到单位的 这样点杀九离失败 赶着给地府将那年小草的命中率 观察方遂于强控神木灵 招地厅了受不了 因为这波没压住九离城 观察方也被压九离做出了准备 但是没压住 没压住的话呢 只能是强行上地厅 硬着头皮上吧 成本高就成本高 不然一会人家武装冠站起来 你就没有这么多的机会了 当你大藏的灵源也用了 地府的灵源也用了 然后还没打出优势的时候 那你这比赛也就基本解除了 所以观察方那边 属于硬着头皮上了 刚才说到啊 这九离城防御高 是因为他需要带一个 六防御的后排灵射 这样他的伤害才会更高 每一次九离城出手的时候 他不是会有一个阳魂吗 啊阳魂我再上去看看看 就那个东西 他是可以把防御转化成伤害 防御转化成伤害的 拿一把金青 所以他需要带一个六防御的灵石 占泥加上 速度比九离城速度快 只能出点这种地心 强行去压一手 压住九离城 但是没有消死网 又轻了一个宝宝 又轻了一个宝宝 尺子还骗到的一把尺 地狐踩个踏 大唐踩个踏 神木在补个地厅 还骗了一个操作 一旦观战坑这边开始换地厅 也会进一步加速 观战坑这边宝宝的一个消耗 本来观战坑这边宝宝也不多了 反正就这么五回合吧 五回合到十回合 看看能不能冲着下来 一把战梨 对面武装也要粘起来了 两把战梨 高速高连守九离的 守九离城的 这是超级连击 打了三下 观战万象 这地厅也顺利出手了 攻地厅一个 速度也不算慢 也不算那种慢速地厅 再来一个宝宝 你又骗到了 对面化身C八尺子 出地厅加两把战 你轻轻宝宝 风铃火山 宝宝飞了以后 对战方好像武装 没能拉起来 武装没能拉起来 拉起九离城 九离城用技能 但九离城他没拦啊 九离城没拦 肯定有宝宝给九离城砍拦的 但那个宝宝 被地厅清掉 没拦 站起来就炎火了一下 没动静 起个风再控什么灵 观战方地厅 这边还需要找机会接 再补地厅 小死亡也挂中 顶着箱子还真挂中 这回如果能把九离城 带走观战方地厅 也好处了 直接上横扫 给的还挺多呢 直接给了一把 横扫天军 带走 平年 他最后才永远 小 wing 有意识 尤情 扯上一个 关照万象 再压宝宝 孩子也倒地了 大猴子把一瓶处理掉 笑的藏刀给神木铃 终点关照光五号位 战笛笑了一下神木铃 咱们看一下关照光神木铃什么操作 清三里 没清出来 被关照光给笑掉了 这样 一个全抹地银 顺利出手 对面武装现在有风险 甚至化身四 都有风险 哎呦呦呦呦呦 化身四也快没了吧 化身四被打死163了 赶紧卡了一个大金 效力藏刀 现在 取护优势很大 对面女儿 选择换了一个宝贝 应该也是高速高脸的 脸 带走 化身四 化身四 赶紧给自己舍一把 化身四 什么都能倒 但化身不能倒 先延长久离 啊 开始破神目灵的163 为后期压神目去做一个准备啊 啊 先得把他163给他破一破 你不破后边没法打他 因为你要出地厅冲的啊 你到时候压不住这个神目灵 你地厅被清掉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163一定要做准备给他去破掉 上地厅 再上地厅 破血狂攻 这拖先压住神目灵 强拉起来 随机秒一把 没有他选择换宝宝了 没有随机去秒 也换出了一个高速高脸了 罗汉该上 碎玉强控地厅 对面肯定也是高速地厅啊 但是怪强狂用碎玉去搏一搏 直接封进去 5号位一个战力 尺子给他3号位 把对面地厅处理掉 1号位再来一把尺 就这两个尺啊 没了无间地域一开 高速高脸 清得4号位 巨剑斩的是沈慕林 刚才说话 提前破他的163 就是为了现在 去压他一手尸子 啊 你不提前去破163 你现在压不住的啊 你第一天就不好出手了 这都是铺垫 都是铺垫 而重点 就怪强狂3号位 5号位 两个地厅的一个爆发 1号位没吃过战尼 但吃过尺子 所以他的输出 基本上没什么了 2号位 下巴生死了 163被打出来 然后化身色倒地 武装罐也没了 武装神佑了一下 但是还有一个 直接把队长风给干窜面 太强 磁行很有意思 但想磁行也没法死 全是死亡的单位 三个大死亡一个小死亡 磁行是死不了的 自己给自己拿了一把 寂寞的金青 现在队长风就身 三个单位 一位独江打上 关队长风这边 打鬼眼 打鬼眼就行 小死亡了 他没挂住 他挂小死亡了 他没去打鬼眼 没去打鬼眼 上去剑 斩掉 没去打鬼眼 去关小闯 小闯也没问题啊 关中小闯也会 也好清朝 战敌加上 再招地厅 怪兰黄把最后的子弹要打光 一个 但只打了一下 你又没感知 对面就剩最后一个宝宝 再换地厅 拉起神木灵 再换地厅 换到后那边 还是没打鬼眼 他感觉记住 他还是没打鬼眼 他选择补地厅了 他没去打鬼眼 钻线木 扔上 战敌 还选择补的一个地厅 拉起花生死 然后他这个地厅呢 卡了个小四海 并没有去踏出去 而是选择 搞的一个小四海出来 这波是打伤的鬼眼 本嫂千军 对面再换隐身宝宝 扫孩子 扫掉 先烈 加上 战敌 加上 神木灵 一把大风卷 也是点着这个地厅 秒的 直接秒飞 关着黄 三个地厅 关着玩笑 大家注意 屈护这边的宝宝消耗量 快没有 当然最两方也快不行了 也快不行了 这一把无间地狱 我看还有几个回合 这无间地狱很关键的 最后一回合的 无间地狱 死兮 再招 不敢换地厅了 这女孩 最后一个宝宝了 不敢换地厅 再换 换身色还有 换身色 还有最后一个宝宝 地府这边 最后一个宝宝 补了地厅出来 还是补地厅 还是继续补地厅 拉起女儿村 也补一个宝 但关家宫女儿 这边还是有移速的 对于强控 这波关家宫 可以小手 去点对面的女儿 或者是武装怪 都可以 把武装给带走了 小嫂挂到宝宝身上 那应该就点的是武装 整个武装 很不幸 被带走 这小嫂也挂歪了 但现在 曲护这边 还大优势 不过没宝宝了 就剩花生死 一个宝宝了 关家宫没什么宝宝 ,不过没惹 又去 繁园 另一个宝宝 反而关家宫 跟着 次 门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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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清掉 人拉九里 鬼也再打一波 就靠着这些隐身宝宝对面硬扛 什么时候先把地匹处理掉 鬼也小小又轻掉对面 两个宝宝还是不好打 拉起武装 武装反套 也没有套中 砸钱砸掉 没什么单位了 没什么单位了 又补了一个新的宝宝出来 就硬给你耗 硬给你耗 压倒化身死 小死亡 这回是挂中了 但是大唐选择的招宝宝 什么灵 群秒 这回武装没点死 一个扇冒 大唐招宝宝你点杀 贪哪 贪哪 这武装没点死 回蓝给地匹 打针给地虎 对面还得把小床解掉 无魂这给武装 武装人解 先把小床解掉 哎呦 招宝宝点杀 还是群秒点 就是想拿捏这武装 没拿捏住小怂 这波也没有挂中 亲孩子 还是一把群秒 带走孩子 对面还能扛啊 对面是真能扛 还能接着补宝宝呢 你前脚踢他一个 他后脚再出一个 哎你看他又出来一个 而观战风呢 由于没有宝宝了 五个单位 一个宝宝也没有 五个宝宝 把宝宝处得干干净净啊 魔镜 再出一个 对面的宝宝现在也是 出约桌 小死亡还是没挂中啊 真打的是真不错啊 这把真打的把 观战风给尬住 天降神剑 斩一手 还能建设 哎 没建设到 九零武装建设到一个 他也得死 化身子那边还 使用 再秒一波 杀掉两个 武装还活着 但是 观战风女儿 村被对面 武装盖套 观战风女儿 有疑速 发文侠 没人中 一把瓷狼 满血化身子 粘起来了 啊 虽然观战风女儿 有疑速 但被对面 武装盖给掏了呀 你用不出来技能了 啊 也用不出来特技 女儿一把瓷狼 满血化身子 回头回下武装 武装已经没有问题 小死亡 点神木 圣魔神火 压大党 这不用想 只有大藤一个目标 大藤你还扫不出去呢 瓷A的 没敢扫 选择了一把瓷 有没有漫天 没有出 观战风神木林被套 动不了 点不死啊 点不死这个神木林 一把 反中卷 大藤被打残 大藤这边 早就三把漫天了 哎呦 有藏神 啊 有藏神救一命 砸个钱砸掉 神木林 小藤倒地 但最长方现在九离城 没问题啊 武装怪 没有问题啊 继续打针给 给你的地 降低你的小藤 命中率啊 对面现在就怕这了 武装已经满血 对面甚至不愿意 给女儿多活一口血嘛 你好歹 你好歹也给女儿 少一口嘛 小藤还是没有挂中 哎呦 当刚才点对面 武装怪的时候 你别出宝宝嘛 大藤哪怕 跟个皮A都行 没点死 但是这都是后话了 都后话 没什么意义啊 一把岁月 强控化神色 不让你恢复 封进去 切直 观察皇肯定现在冲不动嘛 这是一定的 国标清场能力差 大家都知道的 你没有地梯 你取武的地梯 你没有地梯 你取武的国标 也不好清场 这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一个宝宝 对面最差的时候 就剩一个宝宝 被 被周旋成这个样子 哎呀 小懵了 最让换药品 消耗也蛮大的 那你想想 顶着刚才多大的负担 对面药品 消耗也蛮大 宝宝还好 对面除了武装怪 没宝宝 其他人宝宝还蛮多的 女儿还有一个 九里五个 什么五个 化成三个 打到现在五十二回合 还有三五个 五个宝宝 那绝对是太多了 观战房 孩子跑掉 小传还想点对面 化身四 应该是预判点的 九里成 应该是预判点的 九里成 但是九里成 并没有提前拉起来 把对面的孩子 给清掉了 选你 我研一把 起个枝儿 拉起九里 善恶 手势有藏神 再卡一个蓝钥 自己也给自己 卡个蓝钥 没大蓝钥 只有小蓝钥 九里缺蓝 只有小蓝钥 他缺蓝 缺了有一段时间 没大蓝钥 小蓝钥 所以卡了两个 感觉可以看到 吃的是一个天龙水 观战方一把 乾坤挪移 想去杀对面的九里成 但是地府这边被控 地府被控了 小手没能挂出去 节奏 就是控你地府的节奏 九里不怕倒 九里是怕中小死亡倒 战神宝典 立起来 战神宝典也立起来了 看什么没宝货了 哎呀 这宝货被清得一干净啊 前击本来就被清得比较多 然后自己又补了 一大波的地震 没了 你光靠小层 想把对面 一个一个点出去 国标没那能力啊 国标是没有那个能力 尤其啊 你地府灵源多点 还有可能 地府灵源少了 那就更不可能 看一下地府 几点灵源 地府两点灵源 能够 不好推啊 不好推 现在就是观战方去 限制对面的一颗出手吧 看看能不能拖到一个 六十五回合系统去判 拖到一个绝杀时刻 我给你去打一个绝杀 那你国标想把对面 听出去 尤其啊 你宝宝还是一些 学宝宝的时候 你想都不用想 那不可得 但是二一二有这个能力啊 就二一二如果没地听了的话 他是有能力 把人推出去 小嫂没中 但大死亡中了 粉嫂千军五千一开刀 出爆鸡 贴 再贴 再贴 女儿村没死 观战方神灵被扣 前边呢 没有补到的单位 也就这一波呢 又失败了 又失败了 点不死人啊 现在 对面两个东西 是不是骚扰你一下 你点不死人啊 你建设 角落 大 尽砖 真似 紫 古 人 戴 女 年 现在孩子 现在孩子就双方的救命到头 双方的救命到头 对面九转交易也很大了 那一波观察方给对面造成尸体 站起来倒地 站起来倒地 也给对面造的不小的负担 轻轻咬的 这比赛最终打了67个回合 为什么是67个回合 就假如说65回合进入绝杀时刻了 但是 谁也没杀掉谁 那就继续往后推 那就66回合 67回合 直到比赛 时间到之前 他还有一个90分钟的时间限制 只要时间到之前 你还是没人倒地 人物单位 不说宝宝 只说人物单位 还是没有人物单位倒地 那90分钟时间到 系统去判 如果时间没到 双方一直要打到回合结束 之前有人物倒地才行 那就绝杀 谁比谁 在回合结束以后少一个人物单位 那你就输了 一直要往下打 钱库诺椅 去掉对面的天地从兽 这波要针对对面的神木林了 小锁也挂中了 单神木杀神木 行不行 因为关大方 大藏又被捧 就对那方 现在我就一个目的 我就是每回合 能控制你一个输出就行 不管是大藏也好 神木林也好 我能控制你一个输出 或者是控住你的地步 也是个办法 三抽不够 现在关大方血量压力很大 你要知道 以目前对面的这种情况 对战方现在 人间是可以换出地听的 他神木林还有五个宝宝 九黎晨还有五个宝宝 光这两个点 就还有十个宝 他是有足够的地听 跟你打居杀 跟你打消耗 但是关大方 现在一无所有 先例架上 冰川木 来一个 带走 女儿手里没东西了 女儿孩子出过没 起枝了 喝一口 一万 反手一套 没套中 减开 这比赛打得太刺激了 补了个宝宝 没补地厅 哎呦 还跑了个孩子 打成这个样子也是绝了 我跟你说 真的是绝了 罗汉盖上 发生色 回口 反手一套 哎 就每个回合 他都扣你一个叔叔 这回又把神灵给套 什么神火 依旧选择压大堂 给人给啊 大堂人给女儿 卡了一个小四海 神灵那边中无魂 最后一个宝宝了 哎呦 就剩这一丝血了 起个火焰伞 指儿加火焰伞 这把自己保护的也太到位了 反手一套 你看这回又套你的大堂 他就是大堂 什么来回套你 大堂什么来回套你 就针对你的输出 这回对两封选择补地厅 安神爵 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个法房 神灵孩子也不要了 又也补了一个地厅 关灵方这孩子被压到 现在关灵方已经没有宝宝了 啥也没了 前边高秃秃的 就是人物的血量还不错 激刚弄魔传下愤怒 四语神箱再控一下大堂 金钵有的 清风望月 保一下 拍中了个大死亡 这也要命啊 看看对两方有没有机会 把关灵方这大堂带走 盖罗汉 安神爵加罗汉 法房提升的那是杠杠的 就相当于罗汉上面盖了个罗汉 相当于罗汉上面盖了个罗汉 压不动 那没这罗汉 没这安神爵啊 真没了 你可是中了大死亡位 这一波呢 对战方也没有冲下来 起个指 再找机会 因为对战方也怕 因为对面不怕 对战方也怕的 尤其打到这种比赛快结束了 这又是半决赛 谁赢了谁赢决赛 打到现在双方一定是 小心谨慎 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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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清宝一下 九黎 看谁 继继继继继继继续针对你这个大同关主 大同人给自己卡了一个打击 因为没宝宝了嘛 神木灵也帮着卡了一个 边框边红65回合 打绝杀 打针给对面的 九黎不让你用神符对面打针给观战方的 大同不让你用巨剑 双方 小心眼 哎呀 这心眼 是深怕对面把这把伤害打出来 你看咱要不说啊 打到半决赛 双方打得很小心 很谨慎 这波横扫清军射魂 要拿捏对面的神木灵 请三点 又跟了一下 两千 就不够 反手抽一下 观战方还有个肚脐精神 没有过呢 然后 谁也没打死谁 进入66回合 射魂没解掉 砸钱砸掉 对面肯定会强拉 这也不用想 这是百分之百的 水清宝一下 化身色 射一个 反手一套 神木灵 没套中 人拉起 神木 化身色一火 问题不大 天魂看一下 能不能拿下 对面也是抬杠 就非得杀官的方 这大同辈 你就不能换一个 这一波的话 又没人倒地 破掉肚脚 又没人倒地 最后半死进城 去得比赛的神 拜拜